這個單元我們所提到的是多項式一次不等式的觀念 積極解法 對於所有的ABC如果它屬於時速系 則低一點 若A大於B 則左右兩邊我們各相加C的話 那C不會影響它的大於小於變化 還是同樣可以得到A加C會大於B加C 這在加法裡面是這樣子 可是在乘法裡面如果A大於B 而且C大於0 則我們就可以得到兩邊同乘A乘以C 它一樣會大於B乘以C 但是如果在A大於B 可是C卻小於0為複數的狀況之下 則A乘以C它會小於B乘以C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如果今天要解2x-3大於0 則我們分成兩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我們利用代數解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們先將-3移到不等式符號的右邊 變成2x大於3 接著我們就可以得到x大於2分之3 這樣的一個解答 但是如果我們從幾何解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就是要討論 F等於2x-3的直線圖形 那我們看到直線畫出來的時候 它會跟x軸還有y軸交於2分之30 以及0-3這兩點 則我們根據提議就可以發現到底下的狀態 根據題目的意思 變成要我們從圖形裡面去找出x的條件範圍 找出x條件的範圍之後 我們就要使得相對應的f的函數值要橫大於0 這就是原來題目的幾何意義 我們就會看到左邊圖形紅色的部分 就會是我們所要的一個結果 所以看到斜線紅色的部分就是它的解答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 只有在x大於2分之3的狀況之下 我們整個函數圖形右上方 則會呈現正的大於0的狀況 那這就是x的不等式解